在马路上看到车不奇怪 但是看到马可就真的是觉得还蛮特别的 来看到新北市板桥 在礼拜一下午有民众骑车 这机车旁边就绑着一匹马 那么就这样的在大马路上奔跑 画面被民众拍下来 还po上了网络 就有网友看了之后 Kuso说这根本是山寨版的法拉利 民众骑车在马路上仔细一看 车子旁边这样跟着一匹马 骑士骑车 马儿就绑着绳子在旁边跟着跑 人是马场主人为了训练迷你马的胆量 才会上街溜吗 确认他已经非常的稳定 跟着他在做更快速的移动 就是这样照片 有民众在新版特区看到马儿逛大街 还po网说听到了哒哒的马蹄声 转身一看才发现是山寨版的法拉利 只不过这样的画面看在警察眼中 可是有触法疑虑 记者寻现找到了马儿的主人 他说当天带着小孩 在训练迷你马的胆量 想到自己骑车上街 都有遵守交通规则 轻死在慢车道 遵循着交通规则 那也没有随地大小便 马儿有可能因为车辆 车流还有一些人群受到惊吓 那导致交通安全上面的疑虑 违规的行为 那这个可以除300到600元的罚款 虽然思主一再强调 自家马儿很稳定 但是六马还是要选择安全的场地 要带马儿上街也可以使用驭马车 别让马儿在大街上爬爬灶 才能保障自己害 用入者的安全 记者新北市做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